清水国中今年适逢创校50周年 校方也特别举办了盛大的肖庆活动 除了安排学生创意进场和园游会之外 还邀请到台中女中院仪队与社区长辈等等 轮番上场演出炒热会场气氛 除了有动态的成果展之外 校方也特别规划校史式街牌 以及各年级的学习成果展种类丰富多元 动作整齐画一台中女中院仪队 带来精彩的操枪表演吸引全场目光 紧接着还有一群社区长辈跳起活力舞蹈 为活动热闹揭幕 适逢创校50周年 清水国中今年特别扩大举办校庆活动 一同见证学校走过近半世纪风华 我们活动包含了云游会 大队接力还有学生成果展辉豪 那我们希望一连串的活动 让同学在50周年 这种喜悦的气氛当中 与清水国中一起过生日 是校友 那也看到学校非常的进步 那期待学校的未来 身为家长会的一份子 大家每个家长都愿意来 为学校推动所有的校务 除了安排学生创意进场 与园游会等动态活动之外 校方也特别借着校庆表扬 结出校友与老师 同时也展现一连串精彩的学习成果 不但有各年级的作品展 校方也特别介绍 为在校园内台中首座区域职业试探与体验示范中心 其用半年多来 身或不少 实声好评 在这边打造了一座创课中心 以及技职的区域示范中心 相信清水国中在市府我们齐心共力协助之下 清水国中会再造另外一个前瞻50年 很多学校感到非常的新奇 报名非常的踊跃 我们在短短的三个月 就将近有1500人次的体验 在众人进阵下一同拉下红布条 为全新规划的校使室盛大揭牌 里头展示着学校过去的发展严格语获奖记录 校方也表示 清水国中走过将近半个世纪 在各界的支持下 一路成长茁壮 未来也将持续秉持着认真教学的理念 为下一代的教育尽一份心力 天传博汉台中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更因实 seid 码内联装